之後再來就是想想自己的興趣 能夠為這個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這也就是為你之後離職的路鋪上一層安全網 至少你可以靠著斜槓讓自己不要餓死 更能去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夢 難道不能拿興趣賺錢嗎? 常常到了一隻腳都已經踏進觀察 才在那邊後悔說 年輕的時候沒有好好做自己 好後悔那時候沒有奮不顧身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現在這種想法跟趨勢實在是越來越多了 與其做一份不喜歡的工作長久 不兼職用興趣換取收入 可以免除你一離職收入就中斷的時間 也可以讓你的興趣兼職能夠壯大 至少等到興趣能夠支付日常開銷 就可以大膽的去追夢 又或者說當做人生的調適技 讓你從兼職之中找到工作的快樂跟樂趣 這或許就是大家常常討論的斜槓吧? 不過現在大家都常常把斜槓認為是兼職 斜槓這個詞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被拿出來討論過 差不多在十幾年前SOHO族這個詞也被大家熱烈討論 那SOHO族的意思就是在家工作的意思 可以有很自由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 甚至還沒有打卡以及主管的壓力 不過反方向去講的話就是 24小時都有可能會是要在工作的狀態下 雖然說斜槓跟SOHO本質上都可能是在家工作 但是斜槓又有點像是身兼素質 不再滿足於現在單一工作的模式 多重收入、多重職業的橫向發展 已經變成大家的趨勢了 不過在大家生活這麼忙碌的情況下 要怎麼要開始斜槓會比較好呢? 我們來好好聊聊這件事情 分成幾個部分 不管你是想要賺更多的錢 或者是說調劑現在厭倦工作的身心 都是可以的 主要是你需要有點想法在這裡面 你是需要真的斜槓嗎? 當然收入或許可以讓你過上生活 但是難免也會遇到這種天有不測的時候 多元收入斜槓的想法 不僅可以讓你身心靈都受到調適 也可以讓你更有健全的收入 第二個 如何把興趣當作斜槓呢? 也許你的興趣是寫小說、寫部落客 或者是說喜歡烘焙、做餅乾 都可以先列出你平時空閒的時間 例如說早九晚五的工作、下班時間 或者是休假時間之類的 就是一個可以好好發展的斜槓時間 知道自己有哪些時間可以利用之後 再來就是想想自己的興趣 能夠為這個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當你把一件事情多元化的發展 就可以讓你的興趣可以持續的下去 不會變成第二個職業倦怠 第三個 要如何開始斜槓呢? 第一個就是前面講的 知道自己可以經營斜槓的時間 扣除掉上班以及睡覺的時間 第二個就是要把什麼當作斜槓 最好的話當然就是把興趣當作斜槓 如果興趣比較難變成斜槓 也可以做一些跟興趣相關的斜槓 例如說你的興趣是烘焙餅乾 你家裡可能沒有烤爐或是食材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專寫烘焙的教學 或者是烘焙相關類型的部落格 或者是透過經營斜槓的過程 累積一些不一樣的經驗 從中獲取樂趣 等到時機到了你也許會變成職業部落格 靠著撰寫文案接著店家的商案 就已經可以支付你自己生活的開銷了 這也就是為你之後離職的路鋪上一層安全網了 至少你可以靠著斜槓讓自己不要餓死 更能去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夢 人生不是只有一條路 而是有無限個岔路 走過的路都不會是白走的 不到終點永遠不會有贏家 想做就開始做吧 掃描骷髒扣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小鈴鐺 開起來一起來跟風 呵呵 開起來